哈喽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来到下一关的小月 啊 一上来就看到有辆矿车开了过来 难道是让我坐上去闯关 我不可能上当 一定是陷阱 啊嘞 轻轻一推就跑到豆豆那边去了 先看一下告示牌的信息 提示 1 2 3 4 5 不许打乱重复 挨个处 难道说是要让矿车按顺序动起来吗 这还不简单 叔叔我还不会啊 告示牌上都写着呢 4号 2号 边上还有个3号 那么1号和5应该在豆豆那边 嗯 这么简单的关卡 我也懒得提醒豆豆了 它应该可以自己列解出来 先观察一下脚下的铁路路线 这些拉杆应该就是控制路线方向的 嗯 按一下 哦 果然有效 挨个尝试一下 只要让矿车按顺序经过 这关就能通过啦 OK 我觉得差不多了 坐上矿车试试 出发咯 诶 怎么不动啊 控制矿车还有小脾气 快给我动起来 啊 算你厉害 去问问豆豆有没有什么线索 豆豆 你那边怎么样啊 铁路的线路都弄好了吗 嗯 你怎么一直看着我 我在找你帮忙啊 行行行行 别混混沉沉的了 哎 连打他都没什么反应 看来是指望不上他了 还是继续去研究铁路吧 好嘞 矿车这边的路线是断的 前面怎么没有发现呢 难怪矿车一直动不起来 把这边的拉杆退一下 OK 这样线路就连上啦 诶 豆豆怎么开始挽起矿车啦 难道他那边已经可以通车了 哎呦 还真的开了过来 想不到豆豆还有点小手蛋的 不过单单能通车还不行 高速牌上写了必须挨个处罚 所以现在通往下一关的大门还没打开 哎呀 好烦啊 现在的关卡越来越难了 豆豆也不能给我帮忙 算了算了 我直接上矿车 看他会在哪里卡住 然后再想办法吧 Let's go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赶紧告诉我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